斯坦福大学是整个硅谷的大佬和灵魂 而硅谷是整个美国的大佬和灵魂 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 基础教育 基础科学和基础产业是不可想象的 这也是我们今天中国面向未来 最紧迫的最重要的事情 斯坦福大学是由历南斯坦福创办的 这个人在当年是美国的铁路大王 浑跨美国东西的这个大铁路 就是他创办的 他在当年也是美国的巨富之一 那么后来他把他当年 2500万美元的财富 2500万美元应该大约相当于 今天的300亿美金 在四九世纪后期 他把他的全部的家产 2500万美元全部拿出来 创办了斯坦福大学 我本人亲自多次到斯坦福大学 去参观去游览 这所大学实在是太漂亮了 而且这所大学占地面积巨大 它的占地面积有多大呢 很多朋友你们知道 张江开发区 上海的张江开发区 我曾经算过一下 斯坦福大学这一个大学 它的面积比张江开发区还要大 在今天硅谷这么一个 蹭土蹭金的地方 各位你们要知道 这一个斯坦福大学 到底值多少钱 这真正显示了当年斯坦福的 非常长远的眼光 那么斯坦福大学创办之后 经过了几十年 很快成为了美国西部 最著名的科技型 和研究型的大学 成为整个硅谷创新的灵魂 所以在美国有一句话 说硅谷对于美国 就好比美国对于世界 而斯坦福大学对于硅谷 就好比硅谷对于美国 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是斯坦福大学 是整个硅谷的大脑和灵魂 而硅谷是整个美国的大脑和灵魂 而美国呢 在某种程度上 或者在很大程度上 又是整个世界科技创新的大脑和灵魂 所以朋友们 我们从这一句话 你就可以看到 一所大学 对一个地区 对一个国家 它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我把这一句话再重复一遍 硅谷对于美国 就好比美国对于世界 而斯坦福大学对于硅谷 就好比硅谷对于美国 这是美国企业界流传很广的一句话 他用这一章话 深刻地概括了 硅谷对于美国的极端重要性 斯坦福大学 对于硅谷的极端重要性 所以我想 洛克菲勒也好 斯坦福也好 他们创办大学 他们从真正的意义上 他们理解了一个国家崛起的秘密 他们理解了一个国家强大的秘密 这个秘密就是这四大基础 基础教育的强大 基础研究的发达 基础科学的突破 和基础产业的强大 任何国家 如果你要想在这个世界上 真正站得住 你要真正实现强大和繁荣 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 基础教育 基础科学和基础产业 是不可想象的 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中国 面向未来最紧迫的 最重要的事情 也是我的新经济学 希望能够提醒更多的国人 特别是我们更多的年轻的学子 我们要从这个角度 来思考我们这个国家和民主的未来